這給我滾上去吧 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遜 那我們今天呢 就稍微聊一聊這個 實際玩過這個 克毒鬼啊 跟皇帝 實戰後心得吧 啊 呵 反正這兩次嘛 這兩隻嘛 其實都有屬於自己的做球地方 啊 克毒的話就是做球這次的 這次的刷周回 這次的刷周回 以及聖誕老人必備 然後 皇帝的話就是 直接做這次的排行榜 沒什麼好講的 皇帝就是 排行榜的做球 好 那先聊聊克毒格亞這個玩下來先聊 那克毒格亞的話 其實玩下來的話 他的解盾能力是真的還蠻猛的 然後 直傷砲 反擊 還算 整體來說還算是挺方便 如果你真的缺 你如果真的缺一些需要用的角色的話 你本身沒有那些貝利矮啊 或者是你沒有陶悟啊 或是你沒有微波的話 克毒格亞是真的還蠻值得入手的一個直傷角 然後他的接板能力是真的很好用 但是 缺點就是他的傷害真的 會比那幾隻要拼純爆發的角色的定位來說 會比較弱一點 因為他就是 有很多的工具的能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工具的能力的話 是讓克毒格亞之後 還是會有一定上場率的機會 因為他的處理陷阱能力 其實是真的還蠻猛的啊 所有詳細的處陷阱能力 你們就去看之前的分析吧 那皇帝 只能說老實講皇帝 實際表現不如我當初預期的好 我說我只能這樣子講 呃 主要的點有兩個 第一個說他的被動武被動武的 實用範圍真的太窄了 是現在現階段來說 沒有什麼關卡是恢復性敵人 然後又掉 又可以掉毒殺豬 然後又有幻想跟武士 敵人在現場的關卡 太少了 這個太少了 可能 也許可能只有這次的排行榜 會有機會這樣子上去 所以5跟6 好 基本上來說 可以當飛機 好就是你一般周回的情況下 你幾乎是用不到的情況下 好那再來就是他其他技能組 其實其他技能組 對啊 解除害路 解除病毒 解除害路 解除病毒 解除風紀 然後又有減CD 然後又有轉版 然後又有暴風強化 又有什麼增防 然後又有擴充版面 什麼什麼 該有的都有 所有能 也是幾乎所有東西能處理的 都都處理的 都可以處理 好 障礙珠不行啦 好障礙珠不行 障礙珠不行之外 其他其實其他東西 好了 入衝也不行啊 毒殺豬也不行 欸 毒殺豬 好 毒殺豬可以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變成說 最最大最大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嗎 幻想 武士敵人 在場上的時候 施放風紀無效 解封 所以 夢回溪盲武 就這五個字 夢回溪王母 這五個字 就可以代表皇帝 現在這如此尷尬的定位 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我有特地拿去的 夢夜的戰歌裡面 稍微試了一下 很抱歉 他就是沒辦法開進 一進場 就是沒辦法開進 然後就是 我又要別人來幫他開進 他才有技能開 所以夢回溪王母是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對 就是他真的 超級卡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 我當初組的那套陣容 就是絕對會卡成狗的設定 反正也就是卡成狗 我講了大概兩個故事 他才爆發完一回 所以平常 你應該也不太會想要用皇帝爆發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的話 就是 對啦 現在握手的人真的太多了 然後即使CG有傷害提升 然後又有什麼 推遲抗性 然後又有追打 其實什麼都能做的 他真的是幾乎都什麼都能做 但是 因為他能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 已經有更強的角色可以做到 所以就變成說皇帝這次 只有在 很限定很限定的情況下 就對 就是我就講這次的排行 其他之外 因為我不覺得他有太多的上場表現的可能性 所以說如果你沒有真的很想要拼排行的話 然後你想要 你已經有C 你已經有5路 因為你看5路的增幅也是2022啊 傷害珠增幅是2022 那當然你就會先用5路了嘛 所以變成說你有C你有5路 然後你沒有要拼這次的排行的話 你就這次皇帝就真的不要抽 除非你是真的很喜歡皇帝的卡面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 如果是100%強度除的話 我是覺得 就真的可以考慮不要抽 大概是玩下來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啦 那如果你們還對於這兩隻角色有什麼 想要偷 想要更多問的 或是想要跟我討論的 就這樣吧 那如果啦好啦 那如果真的 你說你這次想要 這個聖誕節 你就是想要抱一隻回家 然後你沒有特別喜歡哪一隻 然後你想要抽 你就覺得抽一隻 之後上場率比較高的話 那我可以跟你講 客圖是你唯一的選擇 除非你是真的喜歡皇帝的人 我們再來抽皇帝 不然的話客圖有閒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的分析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